去过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和意大利东罗米地山区的朋友 一定不会想到 在西班牙北部的欧洲之巅国家公园 壮丽的景色竟然丝毫不逊色于前两处 石灰岩的巍峨山体 那壮丽的山势和白灰的色泽、质感 简直和意大利东罗米地山区非常相似 我就是这样毫无准备地闯进了欧洲之巅的美丽风景里 我过去知道欧罗巴山是因为古代的一场战役 科瓦东家战役 这场战役改写了西班牙的命运 到了欧罗巴山 我本来只是想住在坎加斯德奥尼斯 去科瓦东家看看这场战役的发生地 西班牙人在那里建起了一座教堂 科瓦东家圣殿 顺便再去欧罗巴山中的科瓦东家湖畔坐坐 看看湖水、看看山 第一天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踏进了欧洲之巅 国家公园的这座户外运动的天堂 而我现在正位于西县门户的集散地 公元711年 阿拉伯军队一踏上伊比里亚半岛 就以摧枯拉朽的架势横扫西哥特人的统治 势不可挡的阿拉伯军队一路向北推进 终于在半岛北部被坎塔布连山脉阻挡 最终仅剩阿斯图里亚斯这一小块地方 是伊比里亚半岛上唯一没有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土地 之后就是从这里 基督教徒开始发起对阿拉伯人的反抗 722年 第一次在西哥特贵族佩拉约的带领下 打败了阿拉伯人 从此拉开了基督教800年光复湿地运动的序幕 直到1492年收复格拉纳达 最终实现了西班牙的统一 骄傲的西班牙民族之魂就从这里开始萌芽 为了纪念这个开创光复运动的王国 历代西班牙王储都被授予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的头衔 就好像英国的威尔士亲王 中国古代的东宫太子 我们去参观科瓦东家圣殿时 是一个下着大雨的星期一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有很多的西班牙人冒雨参观他们的圣地 圣殿建造时间很晚 建于1877年至1901年间 从建筑风格来看 哥特式钟楼和新罗马式的主体建筑 显得中规中矩 但是全部用红色石头建造的圣殿 却让它在我所有见过的无数教堂中凸显出来 我感觉它有一种很沉着的高贵感 在旁边山崖上有一个山洞 是科瓦东家圣窟 据传说战争中圣母显灵 帮助打败了穆斯林军队 在这里建造了一个专门供奉圣母玛利亚像的拜堂 之后佩拉约的遗憾也被迁入圣窟 埋葬至今 在欧洲之巅国家公园里 总共有三十多条徒步线路穿行于绵绵山道中 每一条都有绝美的风光在吸引着人前往 我户外的段位很低 心却永远被大山吸走 于是打算在山中徒步几天 徒步的第一天 我们首先选择了欧罗巴山标志性景点的科瓦东家湖 有公交车从坎加斯到科瓦东家湖畔 科瓦东家湖由上下两座高山湖泊组成 围绕它们徒步一圈是难度最低的步道二 科瓦东家湖路线 长度五公里 上下高差仅五十米 预计时间两个半小时 可说是非常轻松的线路 这条路线当中会穿过一片神秘的山毛菊森林 和一片开阔草地 有一座迷你的教堂 站在草场中央 远眺着幽兰的夏科瓦东家湖 雨一直下着 时大时小 山路很是湿滑 在雨雾弥漫的湖泊和山野里走着走着 反倒让徒步探险的野心膨胀起来 于是第三天去了欧罗巴山北线 异常艰险的十九号线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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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2001年才在山体里凿了一条隧道 有缆车从彭塞波斯通往山中这个小村 坐上隧道中的缆车 忽然陶渊明桃花园中的山友小口 仿佛若有光从脑中冒出来 心里激动起来 揣测着穿过这个山洞 另一端会是什么模样呢 十几分钟后 走出隧道果然天地已经大变 人已置身于一座巨大白色山体的半山腰 离山太近 好像有一道天幕般又厚又高的石墙 横梗在鼻子跟前 村子还看不见 顺着小路跟着同车的人往前走 很快就看见了夏布尔内斯村的标记 一条小溪从村中穿过 估计有二十几栋石柱房舍散落着 倒还很古朴 只是整个小村的氛围 早已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沿小溪开着几家餐馆 店家不吆喝 时刻不喧闹 虽不算世外桃源 但也很咸尽甜食 我们在阳光下享用了一瓶 阿斯图里亚斯著名的苹果酒后 上到上布尔内斯村来 这里仅有不足十户人家 从这里出发 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徒步 全程五公里 下降高度五百米 但道路很是艰险 这条线路穿行在高山峡谷中 风景尤其壮美 我已词穷 面对大自然 语言何其苍白 每一次都以为美到不能更美了 但一转弯 新的画卷又在眼前铺展开来 我多希望我有足够的体能 在这样的天地间一直走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前一天晚上 转移到了山中的索特雷斯村 这里是20和21号线路的起点 小村本身已是一个绝美的景点 是欧洲之巅山中最高的村落 安静又干净的村庄里村民不多 开车来这里驻扎的左邻右舍 感觉都是段位极高的老涛玩家 心中依然被拉兰霍德布尔内斯 深深吸引着 即使走不到他的身边 也想找个地方去一睹他的雄姿 于是我们选择了能够到达他的 另一条线路 21线 21线从索特雷斯出发 走大约5公里 上到第一庇护所 这段路路况比较好 是可以通行小汽车的碎石路 但白天仍有工作人员 限制车辆进入 途中见到两座已经废弃的村庄 几间破旧石屋 沿途没有人烟 山谷开阔 山顶上白云缭绕 山坡下绿草如荫 树木已经有了一丝秋天的异味 开始微微泛红 这一天到真有几分 室外桃源的感觉 第一庇护所这里是一片天然牧场 有很多牛在那里叮叮当当的吃草 21线的终点 与19号线殊途同归 都是到达腊兰霍德布尔内斯山脚下 不过从第一庇护所以后的路段 对我来说都是天路 路况之间新 我以望而却步 再说在这个庇护所的对面山坡上 已经能以最佳角度 非常清晰地看到布尔内斯牙壁全貌了 眼睛已获得满足 就更加不想再为难自己的双腿了 当我们来到这片牧场时 拉兰霍德布尔内斯正被云雾笼罩着 于是烂心地在一片花丛中 喝着茶 看着云 等着布尔内斯绝壁露出真容 我就这么一直望着那团围绕着它的云 云起云涌 上下飞舞 却始终巧妙地把它遮挡起来 真是棋风总被白云访 但图中的美景已经让我非常心满意足了 过程已经十二分完美 终点是否圆满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这都是utchesamb many 第二次的片栏 又准备了 这细节 还算倒到 这儿 会 ウ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